选举受挫 前所未有 莫迪虽胜优败 情况不容乐观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肃军 欢迎收看严肃军论评 今天论评的主题是 选举结果大失败 莫迪的大麻烦来了 情况不容乐观 对于印度人来说 这次大选堪称煎熬 几十个人被活生生的热死 这在全球也很难找到类似的例子 但是在6月5号这一天 这样的煎熬终于结束 因为印度大选已经结束 而结果也在这天正式公布 结果显示 在印度人民院总共543个协位中 莫迪领导的印人党赢得了240个协位 继续保持印度人民院第一大党的地位 而印人党所在的全国民主联盟 拿下295个协位 当天 莫迪宣布大获全胜 但这个选举结果 对于莫迪来说 真的是胜利吗 美国媒体彭博社取的标题很有意思 莫迪的魔力正在迅速消退 印度的下一个领导人是谁呢 很显然 在外界眼里 莫迪在这次大选中取得的成绩是不如预期的 甚至可以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失败 在上一个选举年 印人党可是拿到了破纪录的303个协位 而这次协位甚至没能过半 莫迪如果要继续当总理 就只能靠执政联盟的支持 通过联合组阁的方式来实现 而且 这还会带来另一个问题 如果全国民主联盟中的几个关键成员突然返水 转而支持反对派 那么莫迪的连任美梦就彻底破碎了 虽然这个事情发生的概率很低 但它确确实实暴露出莫迪现在最大的担忧 但莫迪的麻烦还不止这些 选举前 莫迪曾立下誓言 要在这次选举中拿下三分之二多数绝对优势 为什么莫迪要追求绝对多数协位呢 很简单 在第三个任期 莫迪想干一些大事 比如说更加激烈的宗教政策 民族政策 比如说军事改革 经济改革等等 莫迪要想顺利推行这些政策 就必须在人民院占据绝对多数的优势 否则三天两头应对反对派还怎么干大事呢 而印度这次的选举结果也证明莫迪想干的这些大事 在印度内部存在巨大的争议 很多人并不支持 比如说军队改革 印度的军队制度就是纸业世袭制 当兵可以吃一辈子 每个士兵背后都是一个小家族 莫迪推行军队改革 受损立方的势力盘根错节 很难落实下去 至于莫迪推行的极端民族政策 更是引起了一种两极分化的现象 既爱的爱死 恨的恨死 那些被莫迪打压的少数群体已经到了结干而起的程度了 所以说莫迪虽然大概率还是能够开启自己的第三任期 但是在这个任期 莫迪受到的限制会大大增加 印度政治中常见的内斗或许会更加激烈 而莫迪想要推行的改革 实行的政策 其执行难度也会大大增加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